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本书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垄断与危机 听起来硬邦邦的很可怕 但其中有非常多好玩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赶快换一下我们风传媒的财经主编周祈元 祈元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选这本书我都快昏倒了 真的其实我看完也有点想昏倒 对啊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个抱歉 如果你还没买的话呢 可以买一下 但是我觉得你会看完 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就是说话会结结巴巴的 我也觉得有一点 那我们先聊一聊 你是念财经的啊 是是是 所以才会选这本书 对嘛你大学是念什么 正大气管系 气管系很不错啊 有念会计吧 有 你别说我念社会系都有念那个会计啊 对我有念两种 一种是出快嘛 然后那个时候终极会计学是选修 你有修吗 没有我选的是那个成本会计 成本会计有趣多了 对我觉得他比较有趣 他就告诉你说为什么你应该制造多少 以前的观念就是会计就是说制造一个要多少钱 怎么降低那个钱 然后怎么卖更多 可是成本会计反过来就是说你应该制造多少你才有钱赚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挺有趣的 所以后来到了高年级我就我才觉得说好像成本会计比一般的会计有趣的多 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已经快毕业了 然后像会计啊统系啊我觉得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学 然后也就一直照本宣科的这样子读 我觉得很没有意思 但是后来是做了这一行然后看了很多的案例 有一些案例是财报上就看得出他快要爆了 有一些案例是他财报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他是一环扣一环的造假 那种种的不同的案例结合在一起一个又一个看过之后 你才会慢慢发现真的就跟那个资诚的张会计师一样说财报是一本故事书 不过那时候你念这个会计跟统计是为了就是必修 没有为了什么完全就是被迫 可是那时候我们念的时候是为了要做研究的工作 我本来以为我会一直在念下去 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去做一些问卷的时候都要用到统计 然后后来那时候考分析师呢 我曾经想要去考分析师你知道 可是他要考中块跟那个高块 我就谢谢不用联络了 因为我连中块都过不了的人怎么可能 所以其实对一般人来讲的会计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度的 可是念会计的人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乐趣 是近四大会计师无所是乐趣吗 还是有什么是有趣的呢 我觉得如果可以成为合伙人的话 应该是蛮有趣的 因为收入应该是蛮高的 虽然我没有直接问过会计师 不过我有问过后来去实习的一些台大的同学 然后他们就说平均大概要10到12年左右可以成为合伙人 那在成为合伙人之前可能你的收入不是很高 但如果成为合伙人的话可能年薪都是数百起跳的 所以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 所以会计师我觉得他的有趣的地方 可能很多人一听到会计师 我之前听他们自己笑的时候 就是说别人听到我是会计师 他们都说啊你一定很多名牌 可是通常他们在签证的时候 他们听到的所谓的内情也是不能讲的啊 对啊不然我违背这个信赖原则啊 是啊是啊 而且他们直接接触很多的细节 所以你可想而知 其实他们不可能拿他们客户的一些细节来讲 对然后不过我觉得他们会计师的一个特色就是 他们的逻辑都很清楚 而且他们的讲话的口齿都很清晰 因为他们可能要反复跟客户沟通 然后而且要跟他们组内的同仁沟通 而且加上他们共识那么长 他们必须要好好的跟家人讲说 最近在忙什么 像我之前在跟姿诚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所长就有讲到说 现在的年轻人这个风格真的是越来越不一样 然后像他就听说 我曾经有这个年轻同事 因为加班太久了 然后可能要报税嘛 比如说现在五月快要报税之前上半年的时候 疯啦 然后疯狂的加班 对啊 结果就出现了史上第一次就是 他女朋友打电话到公司来干谣 就说公司在干什么啊 为什么不让男朋友加班 他要加多久 他急十个小时要不然我帮他加一点 然后就把他的男朋友的主管骂一顿 然后大家都惊呆了 然后就想说可能在台湾创立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那年轻同事的老板被年轻同事女朋友骂一顿 然后后来他就再也不用加班了 他是被fire掉了还是 我觉得他要另谋生路应该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他的同事他的长官 他所有的长辈全部都这样另眼相看 说你的女朋友正在等你回家呢 对你看从一个小的 就是你要进去当小实习生 然后你去查账 然后你要做一些工作 一些工作其实有一些人会形容的叫dirty work dirty work不是脏就是很繁琐很啰嗦很讨厌 对那就是你这些小会计要做的事情 可是你刚刚讲要撑个十年 十二年就变合伙人了 不过这样说其实还是比记者好一点 我也觉得 因为记者做十年十二年还是在 那是你记者太弱了 对有些记者做几年就已经捞了多少钱了 自贪心贵 可是你刚刚不是聊到说 那个会计师 那个如果说你是有承担到这个奥斯卡的 或者是你到金像奖的 或者是你到那个迪士尼 是不是有好处啊 我觉得真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就从这件事情开始讲好了 在2017年的奥斯卡 曾经出现一个 千所未有的超级大乌龙 就是他们把最佳影片的得奖者搞错了 那这个环节到底为什么会搞错呢 他们这个影艺学院 其实分成几个分院 他们会各自投票 比如说导演部就投最佳导演 然后演员部就投最佳演员 那除了像外语片 动画几个片是可以共同的投票之外 他们得奖者 都只有这个PWC的会计师 会先知道他们的结果 所以这个PWC的洛杉矶分所的 会计师有一个特殊的福利 因为他们跟奥斯卡影艺学院 合作非常多年 80多年了 所以他们当天晚上 颁奖典礼 有哪一个大小明星 如果突然自己没有来的话 这个分所的员工 会计师可以去做他的位置 所以如果布莱德比特没有来 他就可以去做布莱德比特的位置 然后呢镜头还会带到 非常风光 因为他也穿着眼尾服 这算是福利啦 算是一种福利 那另外呢 负责拿信封的 得奖者信封的这两个人呢 他们就像美国总统身边那个 拿足球箱 核弹公事包的那个人一样 他们身上有一个公事包 靠着他的手 然后呢 保证这两个人手上的得奖者的信封 是一致的 而且没有遗漏在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呢 再随时把这个流程中 每一个得奖者的信封 递给台上的颁奖人 这么慎重啊 要绑在身上啊 而且他们那天晚上 那么那两个人都不能上厕所 要监看所有的流程 有没有照这个信封 里面的结果做 会计师要做这样的事情 对 所以PWC担当这个责任 做了80几年 但是就在那一天晚上 破功 那个信封竟然他们在装的时候 就装错了 本来最佳影片得奖者是 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叫Moonlight 但是他们竟然把La La Land 也就是越来越爱你的信封 装进去 结果后来呢 他们在轮到最佳影片 在搬的时候 他们就把那个信封递给 华伦比提 华伦比提打开的时候就 怎么跟我刚才看到 评审结果不一样 但还是必须要念出来 结果念出来大家 哇台下就鼓掌啊 然后他们 但是这个得奖者自己觉得怪怪的 越来越爱你的团队觉得怪怪的 就是好像 应该不是我 好像不是我 然后后来 可是 他们两个人拿着正确的信封冲上去的时候 得奖者 越来越爱你的团队 制片才知道 哦原来不是我们 他们就赶快把 那个月光下的蓝色男孩团队赶快拉上来 就发现一个非常糗的一个局面 对啊 可是我都上台 虽然我觉得哪一致性 怎么可能是我 可是我还是会上的 奥斯卡以外所有的事情 也就是说奥斯卡绝对不会再帮这两个人 奥斯卡没有跟他们解除关系啊 没有关系 没有解除关系 但是至少跟这两个人是老死不想往来的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说 其实会计师他的公众形象是一个公正 公正 可信赖 然后诚实 透明 所以他们跟奥斯卡的合作流程才会这么的精细 然后他们也才会合作这么多年 那待会我们要跟启元聊一聊 其实过去我们采访新闻当中 也有看到很多都是问题公司 这问题公司呢 还是会有会计师签 就他签名了 但有一些他会说出具保留意见 有一些也没有出具保留意见 但他中最后他还是报了 他还是出事了 可是会计师是没事 当你去执询会计师的时候 他说拜托 我又不是经济警察 对 我不是经济警察 等于他就是规避了那样的一个责任 然后事情还是出 就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最有趣的 他是在探讨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市场的良心 还是这些白领诈欺的幕后推手 你给我一个简单的答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告诉我们 好我们跟周祈元来聊一聊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念会计系的学生 可以买这本书来看看 因为你大概不知道 就是整个会计的一个历史 而且这四大会计师说实在 这事务所大概就是 每一个会计系毕业能想进去的 可是他从他的历史来跟聊一聊 这段部分我倒觉得还蛮不错的 不过我们刚刚聊到一点 就是说到底我们对会计师的定义是什么 他是公平正义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不对 可是他在书当中 他也跟我们讲 他说他到底是自由市场的良心呢 还是这个白领诈欺的幕后推手呢 如果我要你二选一 你会怎么回答我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是不做选择的 大人是全都要的 我认为我们不能期待他是良心 因为他是商业机构 他休闲嘛 对他要向他的员工负责 他要向他利润的目标负责 所以这个一开始的目标设定 就不应该是把它当成良心 而是说他到底能够做到多少程度 不是就看良心剩多少吧 你看有哪一家公司出问题 对不对 你只要看到他的财务长先走 你赶快就知道他有问题了 那已经是良心要承受不住了 对其实应分权讲的很对 在我十多年的从业期间 我看过的一些地雷公司 或者说不能说地雷公司 就是财务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甚至是倒闭风险的公司 通常财务长离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我们在台湾这几年历来都看到这样子的讯号 然后除了财务长之外 其实我们也知道独立董事的风险也不断的在增加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判断一个所谓的风险指标的时候 我可以提供一点点小小的心得 就是第一个当然财务人员的变动 内部机核人员的变动 还有就是独立董事 如果一个离职 你可能就要注意 两个独立董事离职 我不觉得这公司是安全的 对要出事了 因为一个公司通常只有三个独立董事 所以这个讯号是非常明显的 就好像你在打棒球一样量好球了 对啊 这已经很明显了 对 如果你看不懂你不适合做股票 那我们刚刚也讲过 就是说我如果是会计师 我茶喝这家公司 我是领这家公司的钱 对不对 所以我不可能 我可能会有善意的提醒 这边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吧 对不对 但是我也不能告诉你说 你这有问题 我不签 你不签的话 看来就没钱可以赚 是这样子吗 其实碰到的 这个商业上的考量 的确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觉得说 要把会计师事务所 期待他扮演一个 比如说白骑士 或者说是伸张正义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 这个角色应该是政府机关来担任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次 就是说 好像投资人都是看了财报啊 或者说应该这样反过来说 他们根本没有看财报 或者是看了财报看不懂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这样子 看不懂 然后大家不知道 这个财务比率到底什么意思 对对对 今年存货从10亿变成18亿 暴增了80%代表什么 我觉得我看了一些书籍 然后看了这本 The Big Four 之后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就是其实大家 真的应该把财务 或者说把会计的一些概念 不要说报表啦 把一些概念当成必修 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说 会计师傅 都没有说 还签下去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期待 对应该是要 也不能说还他们公道 但是你要有正确的期待 对 基本上修个初快我觉得是应该的 就是你会看那四张报表 那这是很重要的 我真的觉得他应该变成是大一笔修 我也觉得 就是我同意啦 但如果说你要中快跟高快的话 或成本会计 可能就是说你自己是念相关科系的 或者是你要念研究所 你就必须要念啦 所以我就基本的对财务要有概念 而且财务有做复杂度的时候 你根本就很难看得出来 真的 那通常踢爆都会是谁来踢爆 是会计师最懂 会计师来踢爆吗 我觉得是一些被人们认为是苍蝇的人 什么叫苍蝇呢 就是说通常我们买股票 都是希望他涨涨涨涨涨 我把部位卖掉赚钱 这都是多方 可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多方 在市场上有一些空方 他们的获利模式是说 我先放空他 然后呢大跌了之后 譬如说最近油价大跌 我假如先做空原油期货的人 哇那我就大赚 因为他还甚至放空 还放空可以赚到负的这一段 那可是做放空这种人呢 他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他股票万一不跌呢 万一公司互盘呢 互盘然后再涨上去 那就很难控制了 而且你又赚不到钱就倒赔 而且你可能会赔上你的名声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公司有问题 然后我公开讲 然后他跌了一段之后 突然公司一互盘就涨上来了 那大家会觉得说第一个我看不准 第二个会觉得我造谣 对这样子的风险是很大的哦 你会被说防害名誉啊 诽谤啊等等的 但是这些公司为了要避免这个情况 是这种放空机构 我们说放空机构 这些秃鹰 他们就彻底的研究 也真的踢爆了几个有缝的蛋 人家说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有几个有缝的蛋 真的就臭臭的就被他平衣丢了 诶你讲苍蝇 过去的话我们讲是讲秃鹰嘛 对不对 先从苍蝇开始 对 那慢慢变成 苍蝇越来越肥 然后就长成秃鹰 对 一个最好的例子哦 就是最近四月初的时候 中国号称中国星巴克这个瑞幸咖啡 他就主动跟美国证监会说 我们的财报 其实我们的营运长造假 我们的营收没有这么高 我们的获利也没有这么高 我们有一些东西要稍微修改一下 他虽然他在主动跟他们 这个提报之前 其实已经市场上有苍蝇来盯上过他们 他都没有承认 对 那个时候 四月初的时候 一公布消息股价就崩盘了 那到现在还在停牌的状态 然后大概四块多 可是他短短的时间内 也融到了很多钱 然后很快的在18年上市 然后曾经股价大幅的超越星巴克的表现 那个时候大家还觉得说 星巴克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 哇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在我旁边的是我们风传媒的财经主编 周祈元 跟大家来导读这本书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垄断跟危机 那我们刚刚也聊到了 就是在会计师当中 我们都会期待他帮我们踢爆一些事情 那刚刚举的那个瑞幸咖啡这个案例 那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他自己在主动跟那个政纪会 承报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机构叫浑水机构 那这个机构就已经踢爆他 说他作假 那那个苍蝇盯上的时候 也没让他爆耶 其实通常都会有这样一个时间的落差 人家说这个圣研法师说 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 我觉得在地雷爆炸之前 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过程 浑水机构是我觉得在放空界 这个这些秃鹰里面 我觉得基本功算做蛮深的 我稍微简介一下他们这次的作为 他们在2月初的时候 公布了对瑞幸咖啡的估值 严重高估的这个报告 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的指控是正确 他们真的造假 瑞幸造假的话 这个IPO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是一个骗大家 骗美国散户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浑水用了 11,260个小时的工作时数 聘了92个fulltime的全职工作人员 还有一千多个兼职的人员 去全中国151家瑞幸的分店 收集了好几万张的 他们的小票就是发票 天啊这很像我们讲会计准则 你的滴滴实际去查核了 对然后而且他们在这个 搜证的过程中 他们是有录音的 如果说太晃动 或者说中间有一些跳动的话 他们就把这段舍掉 然后他们根据这样大量 搜集的分析比对的结果 他们指控瑞幸说 他们涉嫌从客单价开始造假 财报当中的客单价 他们每天根本没有卖那么多咖啡 然后因为每杯咖啡多少钱 这个就贴在招牌上 你很难造假 但是每天总共卖多少钱 一家店这个就可以灌水了 然后比如说我搭配这些咖啡的点心 打折完跟原价多少钱 这中间也可以稍微操纵一下 他们认为客单价是造假的 每家店实际上的营收也是造假的 而且有一个很致命的关键就是 瑞幸上市了之后 他们知道投资人一定会拿 他们订单的号码也就是你去咖啡店的时候 拿到那张小小的这种复印纸 用它上面的订单号码 来确认你每天有多少个客人 瑞幸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从这个POS系统的后台直接串改 比如说云芬姐你去买咖啡 下一个排队的是我 你拿到的订单编号23号 我拿到编76号 明明理论上应该是只差一个人 但订单号码直接改掉 这些投资人拿到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哇瑞幸生意好好 每天好多人来 当浑水踢爆了这件事情之后 隔了整整两个月 瑞幸才主动承认 但那个时候其实此前 瑞幸并没有大幅的下跌 可是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 我好像看了一下资料 那个浑水的那个负责人 他其实不是会计师 他是律师 他是一个略懂中文的律师 而且很神秘 其实我觉得这种放空机构 可能都很怕 老板都很怕出去被看暴地 所以他们为人都蛮低调的 但是因为他们赚的钱 风险都很高 第一个他不能无地方使 他不能随便买一家做多 他一定是要有研究 我认为你这个地雷大概在多久 几个月内就会报 那我就要先彻底的调查 然后调查得到结论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先买好 先放空 然后呢 我再发布一个报告 我就说你看我的结果是这样 我觉得他应该大幅下跌 简而言之 整个研究的流程跟我们研究机构 发布报告大致上一样 但是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他赚到了哦 他这次我觉得真的是赚到了 对而且我们会说他这次踢爆瑞幸 好像哇这个丰功伟业一见 可是我要跟大家说 这种基本研究哦 他不是只有看财报而已 我觉得放空机构做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件事情 的基本研究非常值得我们一般人效法 所以与其说我推荐大家去好好读完 The Big Forward这本书 不如说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浑水公司是如何做基本分析的 在踢爆瑞幸这一次的经典案例之前 他们还做过另外一件很经典 也是踢爆中概股的 他们踢爆了一家叫做灰山乳业的落农业 做牛奶的公司 这个灰山乳业老板呢 姓杨 他本来是辽宁省的首富 然后他的股票在香港上市 然后灰山乳业是怎么被踢爆的呢 他们不就是做牛奶吗 牛奶有什么好造假的呢 在数量跟单价上面造假 为了研究灰山乳业有没有那么多牛 每天有没有生产那么多的牛奶 这个浑水研究呢 出动无人机 到他们全中国各地 他们号称的农场上空 然后第一个先拉高高度 先把全景拍下来 这个农场面积多大 然后放低高度去拍他的棚子 每一个棚子长多少宽多少 然后呢里面大概目测有几头牛 然后回头再来跟其他同样拍到 比如说猛牛啊 伊利乳业这些的牧场 去比对 他的棚子里面有几头牛 这好实际啊 对 然后呢再比对他一年生产号称出来 财报上面记录的牛的投诉 然后出产牛奶的这个耸数量 然后回推 他的棚子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牛 答案是没有 因为他们用无人机拍摄的结果 让他们震惊了 人家大陆很喜欢那个标题党 很喜欢说惊呆了 小编说惊呆了 为什么惊呆了 因为棚子根本那个塑胶布是破的 下面就直接看到的是 那个落农用的那个木槽 根本没有牛 没有牛 那他的牛奶是哪来的 他是根本就是用买的吧 他是跟别人买的 然后自己贴牌 然后就上去 那他的牛奶到底有没有消毒 因为根本不是从你这边出去的 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认诊流程 所以当灰山乳液被浑水踢爆的时候 也是一样 经过了一阵子都没有叠哦 不要忘记我刚刚说到 他是辽宁首富 杨老板辽宁首富 这个护盘功力是一流的 隔了好一阵子之后 灰山乳液突然雪崩了 我就啪 人家说眼看他揉起了 眼看他揉塌了 灰山乳液被几架无人机搞倒这件事情 是真正的厉害 我要问一下大家哦 你再研究一下公司 比如说好 银建股好了 你有去他所有的土地看过吗 你知道他说八千坪 真的有八千坪吗 他说八百户 真的有八百户吗 大家应该秉持一个尽性书不如无书 可是你说你房子千安你好去看吧 他生产十亿只手机你去哪里看 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数据 对不对 他做notebook 我跟你讲我曾经有跟分析师去看过那个notebook生产 然后我们用马表 那是我非常小记者的时候 这个就是浑水机构会做的事情 马表来看你现在到底有几台 然后到最后他还要打个折 我想为什么打折 他就有良率的问题 对对对 有一些会有Q品的问题 很有很有意思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待会分享更多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周启元来聊这本书的Big 4 不过我们刚有提到了 你刚刚讲就是说怎么样来做分析啊 那做一个实地的查核 那你说去建案现场看可能是很容易的 可是你说我们看手机要来怎么销售 notebook要出出出多少 那就不容易吧 可是这个好像就是会计师要去现场查的事情吧 对然后但是我认为会计师真的有 他工作执行上的一些困难 我们常常会认为说 会计师为什么没有查出来 为什么到最后关头 然后才突然辞任才换会计师事务所 这个地雷骨都不早点讲 很多时候其实他的执行有他业务上的困难 比如说假设这是一家化工公司 然后我是会计师我去查他的账 化工原料很多都是有毒的 一桶一桶用特殊的装品的方法放在那边 那业者跟你讲说 这边就是我的存货 这边价值80万 那请问难道我要一桶一桶开来看吗 我要品一节 然后搞到自己中毒倒在仓库这样子吗 对啊我不可能做到这些事情 因为他有他专业上的极限 所以我并不是替会计师说话 不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一定都是有他专业上的极限 有啦 你不要说会计师 我曾经听过一个银行主管跟我讲 他们那时候要去查 就是要去查封一家生化甲的机器 老板直接跟他说 那有毒哦 你搬的时候小心 你觉得他敢不敢搬啊 那真的是 对啊 你看坏不坏 这坏公司 真的是 对 你要查封他都要告诉你有毒 对 所以我觉得在看报表的时候 反而是应该要多充实产业知识 概念有就好了 可是报表说实在很难看 很不容易看得懂 对 对他存货到底常去哪里 这是你看不懂的 他塞到子公司去了吗 他塞到孙公司去了吗 他虚惯了营收吗 你通常都很难很难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印象中 我上次在访问那个张明辉会计师的时候 我觉得他讲的真的非常好 有一些原则就可以拿来应用 他就提醒我 他说他觉得一般散户都很想知道 会计报表里面藏着的秘密 对 可是他觉得有些常识 反而是一般人很容易忽略的 举例来说 我们都说营收大增 是一个标股必备的条件 可是其实他有提醒 标股的确后来营收业绩都有持续增加 连年的稳健成长没有错 但不代表有营收大增就是标股 他可能是反过来生事可能是虚胖的 甚至是地雷股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一家公司 如果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投资人 我们当成自己是老板 一家公司一年营收 要比去年成长50% 是非常不得了了 困难 对 除非我买了一家新的公司 或者说我的厂房盖好了 30条线加入生产 不然要增长50%是很困难的 如果第二年又增长30% 你不但不应该高兴 你甚至应该回头看一下 这真的假的 这怎么可能 因为你想象一下 人类这个跑百米的速度 每次进步也都进步一点点而已 那我怎么可能 每年都成长30% 这么高速成长 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他就举了一个地雷股的例子 就是说曾经有一家地雷股发生 就连续三年营收都暴增 我们不要当自己是散户 我们当自己开一家咖啡店好了 你有可能连续三年 每年营收都增加100% 这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你反而应该要提高疑心 这个是用尝试就可以判断出来的事情 对 就这么简单 另外他还提醒 如果说营收增加 你先不要高兴 你要先去看他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存货 如果他的营收增加 但是都放在存货 在项目底下的话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他认为张宏会会是提醒说 很多时候你要用尝试去推向 我们先放下要买卖他股票的这个念头 如果我在经营一家咖啡店 这些事情有可能发生吗 如果好像做不到的时候 你就要提高警觉 这反而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 全球就是在四大会计时事务所 我觉得是不是就这四大就已经差不多寡占了 他也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寡占了 垄断了 我觉得这本书真正想要提醒的是 除了这四大之外 别无分号的这个危险性 因为现在除了PWC 人家说币马威 德勤 然后还有EY之外 好像没有大咖了 然后很多上市公司 不能说很多 基本上所有的上市公司 全球主要的上市公司 全部都是给这四家签 我们台湾听的是什么 台湾叫做勤业 勤业重心 然后支撑安勇 跟安侯建业 安侯建业 对是四家 那台湾的四家 这个应该叫做联盟所 跟国外是一个 共用一个品牌名称的这个概念 因为Deloy就是很难念 它其实是法文对不对 对它是一个 应该是意大利或是法国的 反正它就不是英文 但它是英文发音的一个 一个法文或意大利文 对 但这四家 他们可以说是联手主宰了寡占 你刚刚提到寡占 寡占了这个审计 跟咨询顾问的市场 那他们会认为说 这个好像是一个 很不健康的生态 如果说涉及反垄断 很多行业的并购会涉及反垄断的话 其实会计师事务所之间 彼此的兼并 以前叫做八大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 看另外一本书的时候 有提到所谓的八大 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后来在安隆案等等案 加上他们的彼此兼并 现在变成四大 那他们如果 再更进一步减少 变成三大呢 会不会让这三家 主导了全世界的主要的审计 或者是顾问的市场 这个问题其实很大 但是一般人很少去讨论 因为大家会觉得 会计师就是一个很专业的机构 那他们只是负责做财报的 对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这两个作者 这个应该是会计学的教授 他们就提醒 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健康的 如果我们觉得 手机由Android跟IOS 主宰全世界好像很危险的话 那为什么由Big Four 主导全世界所有财报的审核 跟制作这件事情 是健康的呢 对 他提出很大一个省思 我们看到我们粉丝团上面 好感人哦 有人拿这本书 PO给我们看 感气了感气了 谢谢您 Thank you 但是他前面的楼上的听众说 对一个最新于文学的人 要开始去上会计的基础课程 心里的挣扎 又谁能了解呢 其实我觉得 这么多次的股价的大幅崩跌 或者说金融风暴 你看包括马多夫的诈骗案 包括这个奥斯卡颁错奖 然后包括金融海啸 其实有趣啊 就是你用文学或历史的角度 也可以看 你把数字skip掉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 风传媒的财经主编周启元 来聊这本书的Big Four 就是聊一聊 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 垄断跟危机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是学会计的话 可以看看这样的一个历史 当然有人讲的话 是学文学的 然后来看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会计的一个基础课程 当然是很挣扎 是很痛苦啦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在于说 看看他的历史的发展 而且会计师 我们卡住这本书当中 也看到 早年都是男生 在当会计师 没有女生的 你看他历史的发展 其实也很重要 然后另外就是 有人问一个问题 他说会计师要是 公正独立的角色 公司的财务集合费用 为何不统一交给政府 或第三方中立机构 再由政府第三方机构 请会计师 去集合公司的财务状况 然后费用再由政府缴纳 给会计师或单位 这也很怪 我有一个直观的想法 可以回答给这个朋友 就是交给政府效率一定会变很差 在这点上 我觉得我是一个小政府主义者 我觉得交给政府做很慢 也未必做得更好 只是说一定有得做 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跟防毒疫情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为什么同样是一个行业 但是一家营收比较小的公司 就一定要付出比较长的时间 或是比较高的成本呢 这个事情应该是交由市场机制决定的 当然很多 我也听过很多会计师事务所 都会抱怨说 现在被杀架的很厉害啊 对手都会杀架竞争啊 可是行业之间的确是这样 我们刚才谈的好几个段落 其实都是谈会计师事务所的垄断 比较没有谈到危机 我觉得它现在这个行业 面临到的一个危机 其实不是彼此之间 不是资程抢安勇 不是这样子的竞争 是AI抢所有四大人的竞争 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家公司 它一年有十万张发票 传票收据 我要十万张都查验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实物上根本做不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造假真的是难以防毒 但是在AI底下 可能会无所遁形 因为它可以用大数据比对 为什么每年七月 都会有一家公司 来买很高的原料 为什么每年七月 你都会付出一笔这么大的钱 然后呢 而且地址都一样 这个是AI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以勾机出来 对 但是我们用人力 很难比对出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在 比如说建市会计 防毒5B上面 大量的应用AI的话 我觉得其实会计师 真的会面临一个被取代的危机 因为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算出一个你根本想不到的结果 它可以拼凑出一个结果 这就是大数据的威力 同样的会计师事务所用一个这么大的人力的团队 去查核 可能都还查不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也许雇主会慢慢的转变 我的想象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雇主会自建一个 建市会计团队 去救出内部那些吸血虫 或者是骗人的人 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他们也这么多 会计师事务所都不断的在努力 投入AI方面 或者说创新的方面 我觉得也是要降低 就是说他们投注太多的人力 在可能被AI取代的领域上 那接下来有点时间 你是否要教我们来看看 如果说我们要研究公司财报的话 是不是有哪一些基本的重点 可以教我们看一下这个会计的准则 因为5月中第一季财报就要公布了 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关心这个第一季财报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行业是非常糟糕的 然后以前我作为一个投资人 我不要说我是记者 我觉得我最关心的是损益表 就是他这一季EPS多少 他营收多少 费用为什么这么高 然后业外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然后或者说他会损 这些冲回了没有 但是这几年 我其实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是他的资产负债表 那张明慧会计师也一再强调 如果你先看一张财报 或者你只能有时间研究一张财报 那一定是资产负债表 而不是损益表 因为他说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目 一定要看 他就是这家公司的军火库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然后他就是展示了 这家公司现在有多少粮草 有多少人马 那去年有多少人马 你只要比较一件事情 去年这个项目有多少钱 今年这个项目有多少钱 资产 为什么增加 为什么减少 你大略推算一下 然后再配合他的业绩 过去一年来 他的股价过去一年来 你就大概知道 这个项目增加或减少 是代表什么意思 那你会说 我要看资产的什么项目 好多啊 无形资产 固定资产什么 你就看那个金额大的 看金额大的 你这样讲到还蛮简单的 因为营建股一定是 土地存货多嘛 所以他的项目 一定是存货那项很高 那如果是金融股的话 他可能是一些无形资产 或者是一些债券 这种项目会很高 那如果是一个制造业的话 可能他的制造原料成本会很高 那原料的项目也许会很多 所以我觉得就看金额高的 然后不需要去 一定要很仔细的说 未来会怎么样 我觉得先不要谈到未来 我们先了解 从2019年到2020年第一集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有大幅变动的项目 再去推敲 那而且每一个项目的 背后的意涵 你可能也要稍微掌握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 就对你判断未来 有很大的帮助了 对 光看资产这个项目 对 那当然负债 你也要稍微看一下 但是资产这个项目张会计师就提醒我 就好像一支军队一样 他现在我们 现在很多手有吗 这个战力战斗力到底多少 你总要知道吧 这家公司会不会长来自于他的战斗力 或者说他今年为什么配这么多钱 你知道吗 是不是他卖了一块地 那他是不是资产项目上面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可以搭配他的付助 因为在表后面有很多的付助 很长 那一本财报基本上都是付助在占篇幅 所以你要搭配付助去看 有的时候 比如说他借钱 他利率多少 他其实在付助都会揭露 哦付助上会揭露 然后他曝险曝露多少 或者他用人费用增加多少 最近这个二代健保的问题等等的 是不是增加了他人力的负担 这些在他付助都看得到 但是在你严加显示这个审视他的付助之前 请你先搞懂他的资产项目 到底为什么YOY的变化是这样 对 那这样子来看起来的话 第一季的一个财报其实是不好的啦 我觉得是 对 所以他是不是需要看完以后 他必须要跟同类型的公司来看一下 是的 就是说你的纵向比较是你去年对比今年 那你的横向比较一定是 比如说台积电比联电 联发科比 比如说联勇等等的IC设计公司 那你就看得出来 为什么台积电毛利率可以51% 以前曾经有家公司被秃鹰放空 然后呢 被秃鹰揪出来的理由就是说 他虽然是塑化股 但是他毛利率竟然比台塑还高 这不合理 而且非常不合理 因为他的营收可能是台塑的1% 那他凭什么跟台塑一样有那么高的毛利率 理论上他的溢价能力应该很差才对啊 然后我觉得我在看那篇放空报告放空那家说话公司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原来这个联想这个横向比较要做到这个程度 你才会从财报上面看出感觉出一点点不合理的地方 对以前都看损意表赚多少啊 但是这个我们在看这个比率的时候啊 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要稍微退一步怀疑一下 你不能满心期待就是说 哇好像只有我发现了这个表股 对啊那我就要问了 如果只有你发现那为什么股价都没涨 对啊 难道那些放的那些投信自营商会比你还笨吗 会比你还晚看财报吗 对啊 我觉得这点大家真的要反思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你发现利多 但最近怎么好像股价都没涨 诶这合理吗 不太合理 对 这也有空翻一翻这个财报啦 其实现在在网路上教财报的 或教你去看的 非常多非常多 而且都是免费的 对就大家可以看一看啦 先去了解一下 你看看财报 总比你去听一些那个名牌的一个课程 我们常常觉得说那个很厉害的人 他不见会出来教你 可是这种基础的课程 这一般人都会教的 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这本书是跟这个会计社历史 也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风传媒的财经主编周启元 谢谢 这么硬的一本书 可以用一些案例 让他变得真的还蛮生动蛮有趣的 也蛮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受用的 谢谢启元 谢谢 谢谢 谢谢